你觉得我们能够给身边的人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我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钱 或者说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但是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书 却给出一个相对 我觉得相对温柔的答案 就是我们能够给身边的人最棒的礼物 是聆听他们的故事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看见 因此呢 这个大神等级的作家大卫布鲁克斯 他才会出了一本书叫做 深刻认识一个人 他自己在书上也直接讲 他过去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 这源自于他的成长环境 因为他的家庭是和谐的没有错 但同时他的家人 也是不会把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那一种 所以这个就造就了他有点封闭的性格 但他从他的人生经验里面去注意到 几乎可以把人分成 削弱者和照亮者 然后对他来讲 照亮者是他想成为的那一种人 也刚好是这个 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社会最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来简述一下这两种人 先讲一下削弱者 削弱者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其他人对他们来讲 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已 就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他们根本不关心一个人 究竟有什么故事 他的心情是什么 他不想花时间去聆听 他们在聊天时 多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一直想要去讲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跟自己的想法 那即便今天是他们在听别人讲话 他们也是在寻找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赶快插嘴开始讲自己的事情 然后这些税弱者也常常有一种 自己很客观的错觉 像是他们会认为自己所看见的事情 是最客观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偏见 最纯粹的资讯 那像是对于政策的看法 像是对于社会事件的解读 跟评价那些 所以当他发现今天其他人 跟他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对方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够清楚 没有像我这么客观 所以他们就会去更正对方的说法 关于这个我想讲一下 其实每一个人在看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一定包含着他的成长史 他的种族 他的教育 他的状态 这些差异让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 不可能是最中立的那一个人 今天跟你对话的那个人 也有这些问题 凭什么认为自己是最公正的 所以我想要简单一点来介绍 血弱者就是觉得 全世界里头他最有趣 其他人不足以让他们花时间去了解他们 如果我们今天身边有这种血弱者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有多恐怖 所以幸好还有另外一种人 照亮者 照亮者跟血弱者最大的不同 是照亮者会对其他人产生真正的好奇心 他们对于其他人对于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他们是真的很想知道 而不是一直说着自己的想法而已 当然他们也会有那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 但是更优先的是听听别人怎么想 那就是因为这份好奇心 所以照亮者往往会先走出第一步 他们会先愿意开启话题 聊天气也好 聊他的鞋子很好看也可以 反正他们会先事出善意 但是这一份开口 其实是我们今天要去跟陌生人聊天时 最过不去的一关 因为我们总是会觉得说 一个今天跟我们毫不相识的人 真的会想要在排队时跟我聊天吗 他会不会觉得非常莫名其妙 就是想到这一些 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拒绝 所以即便今天很多人手机刷了又刷 刷到最后只剩广告可以看了 大家还是不愿意跟旁边的人聊个天 但是我想要讲一个真实小故事 它是一个小插曲 曼亚当他是一个西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有一次他要为他的一份研究 找不同的学生来一起参加 然后这个研究需要学生花大概四个小时的时间 来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很详细的那种版本 所以曼亚当会支付给这些学生终点费 后来这些学生领到钱之后 他就进到会议室里头 讲了他人生当中的高潮跟低谷跟转列点 在四个小时之后 每一个学生他走出来时 他们都非常激动 因为他们讲到 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能够好好说一下 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 所以有部分学生甚至想要把这份钱给退回去 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讲得太爽了 我不该说这个钱 所以说 如果我们今天态度有礼貌一点 而且认真聆听的话 开启对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但是在开启对话之后 我们要如何让这个对话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就有不少的技巧可以讲 我在这边想要举几个 第一个 在聊天时要先从一些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例如说可以问一下对方 你的运动表好用吗?心率准吗? 这些问题虽然说没办法像上述所讲的 可以让我们去了解一个人 或者说听到他们的个人故事 但小问题是建立信任的开始 等到这份信任建立足够多的时候 对方自然而然的会讲到更贴近他的事情 那就算今天这些话题没有这么顺利的进展下去 也不要因为想要跟对方尬聊 或者说想要去了解对方的故事 就去问一些太过隐私的问题 因为今天一个人跟我聊的不来 我对他印象就是我们聊不来而已 但如果我发现你很不尊重我的隐私 那我对你的印象就会很糟糕 第二个 不要急着去更正其他人 就像是有时候对方可能真的讲错了什么 然后这件事情刚好你很熟悉很懂 我们可能就会开启这个指导媳妇物 开始告诉他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们可以自问一下自己 我们平时在聊天时 我们想听见这样子的回答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 我会觉得说在跟你聊天时 还要被你执政 这感受特别差 所以要当一个好的照亮者 可以记得这个铁则 包容个体差异 忍受别人的错误 第三个 容许对话间的停顿 因为大脑里面用来聆听的部位 跟用来说话的部位 有部分是重叠的 所以当你今天在听的当下 就已经开始想说 我待会要问什么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没办法专心的听 那会有这个提早准备问题的状况 就是我们今天会担心 在他讲完之后会有个停顿 我们互相对视很尴尬 所以我们开始想问题 但是我之前在 《魅力学》那本书当中有谈到 其实在别人说完话之后 隔隔两三秒在回话 对方会觉得你是认真在思考 他刚才所讲的 这完全不尴尬 是一种很认真的感觉 再来要谈的是 对话中的两个层面 今天只要进到聊天的场景里面 就会有两种层面的对话 一个是表面上的 可能是我正在跟你聊 美国大联盟聊排球少年 另外一个是潜藏在底下的对话 我们用框架去想象 例如说刚刚讲到那种 很喜欢互相比赛的情况 像是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最近的股票赔得好惨啊 这个时候我是希望把框架 放在我的身上 我希望你能够来了解我的问题 但如果今天听的人 没有想要去了解你的动机的话 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框架给抢过来 他会说我太惨了 我还买了美股 这个时候这个框架被抢走的那个人 他就会觉得说很不舒服 因为他原本开启这个对话的目的 不是这样子 所以表面的对话可能还在继续当中 但这种对话 会让原本说话的那个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那像是那些爱动不动就说教的人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追根究底来讲 照亮者比较知道每一次对话的目的 是为了了解跟倾听 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有多行 那长时间下来 他们会是一个更好的聆听者 一个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在他们身旁 那当他们今天也有心事想讲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倾听他们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愿景 但只要这样子持续下去 大家都能够被身边的人给看见 不再那么感觉到孤单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人懂他们 但我想 一些对于社会上的愿对 就会减少很多 所以我想回到今天的主轴上 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去了解一个人 去听听他的故事 例如说大家最喜欢讲的就是自己 如何度过某一次的挫折 怎么挑战成功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可以在听完之后告诉他说 你是一个能够挨得住苦的人之类的 这句话就会让他下一次在遇到困境时 会有更多的动力 可以挨得住这一次的苦 或者说更仔细一点 你可以告诉他说 你是一个很懂得观察的人 那或许可以让他突然感觉到 这一点是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 那往后他会知道自己有这个特质 也就是说 我们学会了看待我们自己 再来换到我们自己身上 神科去了解另一个人 对自己产生最大的好处 我认为是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 我讲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是一个拿着猎枪的猎人 他的目光能够扫到的区域 会比拿着斧头的猎人来得更远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 那会造成这个差距 是因为我们会受到可攻性的影响 我们会以现在的能力跟经济跟地位 来去解读一件事情 所以没有在运动的人 比较容易去高估一个爬坡的坡度 那体育班的学生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都是可攻性所造成的 于是再放回去对话上 如果我们今天实际的去更编对话时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他们的想法跟观念跟我差得很多 像是可能对公众人物的看法 对某个产业的想法之类的 这一下子之间会让你觉得 对方是不是没有想清楚啊 就像刚才所讲到的 我们很容易觉得说 自己看到的都是最客观的事实 但如果你今天愿意去问到他的更多事情 你会发现一个真相 就是我们并不是用眼睛在看世界 而是用我们这一生的所有经历 在解读眼前的每一刻 我是Vincent 这里是伯克莱五分钟阅读计划 陪你轻松读一本好书 我们下次见 拜拜